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很高兴我们这个聚集啊算是比较临时性的决策 对决策很重要 我相信今天这个决策会带给很多人一生的突破 没想到临时决策临时通知 能够在周中的时间上班忙碌之际 选举将到之时 大家心情乱昏昏的时候 竟然啊来那么多的青年人 这是一个主祝福的兆头 那今天这首诗歌啊也是特别的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唱过举手一下 哦你看不算多 原谅我说啊 我唱过 但是我不熟 连啊我们在这里最美丽的歌声 我称他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之光 台湾的Paparati 他也是第一次唱 他好像不在座了 出去了一下是吧 哎呦呦呦站起来一下 来来来 哎这是笑容的女兄 来来 我刚刚啊 他是我们亲爱的女兄 我刚刚本来想说让他独唱一下 可惜他说他没有唱过 竟然还有他没唱过的诗歌 不过这首诗歌好 尤其第一声呼喊 你要知道第一都是重要的 你要记得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医生们都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口呼吸 可以说这第一声呼喊 可以避美 可以等同于那个重要性 跟第一口呼吸 类比相同 无论怎样 今天呢 我是带着兴奋的心情 做引言人 因为今天我是介绍 他们是一对啊 狼才女貌 敬畏耶和华的夫妇 我亲爱的王生台弟兄 和王嘉玲姊妹 我今天生台弟兄呢 做他背后的扶持者 曾台弟兄 我不会忘记 他曾经 我就不要讲头衔之类的 曾经在美国加州政府 受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邀请他做他的助理部长 但是呢 当他邀请的时候 讲了很多好听的话 吸引他的话 他说以后你到了五角大厦 天天可以遇到全世界的VIP 可以遇到好多的君王 好多的高位人士 好多的王 好多的总统 他那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 因为他的人生和这位主有个约定 要来服侍主 他那时候反而得多激发 他不能接受这个职务 他如果接受 就是咱们中国人最高职位 那时候赵小兰还没出现的时候 对不对呀 最高职位的中国人 你看 但是他舍弃那一个 他开始服侍主 他说因为他天天在那里见万王之王 这是何种荣耀的尊贵的事情 好 那他的妻子 他的夫人 讲隆重一点 那么跟我那人 是高中的同学 还有这个渊源 OK 然后呢 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 那我们呢 姊妹 他虽然信主很早 但是年少信主 有时候经历不多 听到很多 所以里面感受没有 就像对电了解很多 他没有出过电 不懂电的威力 但是有一天 他这个学校不得了 你等他 等他讲 但是呢 我知道 好要别人夸 仰要自己抓 叫他讲他的优点 有时候会辛苦一点 但是呢 他的确 他毕业的时候 台大 毕业生 致辞 致达辞 是他代表的 学校只有一个代表 到了国外 读书 到了国外 还要代表 什么 代表国家 到啊 这个联合国 等等 当时联合国 还我们还在里面 很多的荣耀 但是呢 他却有很多 人生的感触 这个留给他来讲 那么他的人生 阅历丰富 我喜欢 他们夫妇 我们认识几十年了 他的这个 他的阅历丰富 就阅历寻到哪里去了 在这儿 在美国 Wisconsin州啊 这个社会系的 这个硕士 然后哈佛大学 大学 公共卫生系的 行政硕士 然后在IBM啊 工作三十年之久 成为亚洲区 女性最高职位了 是全球女性最高职位 应该是 亚洲区的副总裁 副总裁 我有一次到东京 他的办公室 哇 我一去看 不得了 办公室啊 东京哦 大到你不可适宜 那么是香港科技大学啊 商学院的教授 教MBM 跟EMBA 不只 还到新加坡最好的大学 台湾的最好大学 还有各地 很多学校 他目的 是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他 借着接触学生 让他们年轻人 找到人生的方向 他教的是什么呢 他有一部小小的名著 叫做决策思维 他就他专门教决策与领导力 所以今天呢 我认识他们几十年 第一次用这个为题目 叫做选择与决定 你我一生 多少选择叫你二婉 多少选择叫你耳手称庆 选择对了 那各位 那各位今天晚上 我相信有一个选择 也许你还没有经历过 无论怎样 我这个介绍 有一点乐主带跑了 我就请大家来欢迎 他的弟兄先生 今天就不出场了 欢迎王嘉玲姊妹 我们热烈鼓掌 感谢主 今天不是来谈我的 所以都忘掉 他刚刚介绍 我们今天是要介绍 一位更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亲爱的主 那他才是值得介绍的 他也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今天呢 我 谢谢 这首诗歌啊 当这两位年轻弟兄们 在带的时候啊 我觉得哇 带得真好 但是你知道这首诗歌 是谁选的 是我选的 我觉得这年轻人 可以唱说 哇生命如此好啊 可能不太稀奇 可能说你还没经过世事啊 还不知道这个世间的险恶 所以还在做梦 觉得人生如此好 生命如此好 生存价值如此高 但是对一个将近70岁的女性 我今年68岁啊 来选这首诗歌 唱得一样热烈 我觉得那才是好消息 所以不管他们戴的是近视眼 我戴的是老花眼啊 我们一样可以热烈的爱 爱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活 尤其在今天这个动乱的时代 在打开报纸 没有好消息的时候 有一般人可以说 生命如此好 生存价值如此高 那今天我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大好的信息 为什么我们认为生命如此好 生存价值如此高 我相信啊 当我不知道哪位名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当你认识了生命的本质之后 还热爱生命的话 那才是真的 那我可以说我们认识了生命跟生活的本质 虽然不过是劳苦愁烦 虽然是过眼云烟 虽然很多的悲欢离合 酸甜苦辣 但是在其中 我们竟然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生存的意义 使我们每天活得有动力 我觉得这次大好的信息 那我愿意跟各位分享 这也是我自己在四十多年前 主动做的一个决定 那在我教决策与领导力的时候 我最喜欢被学生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黄教授请问 女人生做的最好的决定是什么 我都非常乐意跟他们分享 那也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我先开始呢 我要讲一下选择与决定 有一个定义 平常上这个课是两整天 那我今天我只是用一页的 把最重要的点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命运啊 其实就是等于我们所有选择的总和 大大小小的选择 包括今天你是不是坐在这里 还是坐在电脑游戏前面 还是坐在电视前面 还是坐在工作 工作 其实大大小小的选择 加起来就等于我们的命运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 就是从我们的选择造成的 所以每一个选择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过一下你们就知道 那我们就不必去做梦了 是可以选来执行 可以选来去运作的 是选择最好的可选方案 以有限的资源去达到目标 因此我们要注意有三个重点 如果资源不是有限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做决定的 因为既然资源无限 我们什么都做就好了 也没有什么需要选择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目标 其实也无从做其选择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怎么走都可以 那就没有什么选择的必要 但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 然后我们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那我们就必须做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面临的选择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是做不出更好的决定的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希望在今天你们回家之前 都做了这样的选择 总结一下 决定不会比最好的可选方案 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提供的 就是一个最好的可选方案 是可以选来执行的 今天就可以选的一个选择 如果没有这个选择 其实都是空谈 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有选择 那我们就要知道最好的选择 我们就是要选那最好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决定 那我先要讲一下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非常理性的人 我在台大呢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辩论 我是台大辩论社的主编 我非常喜欢跟别人辩论 我也非常喜欢跟自己辩论 所以我喜欢辩论 因为我发觉辩论能可以把各个观点 都能够提出来 辩论不是证明真理的办法 因为一个好的辩手 站在哪一边都可以赢 所以它只是证明变才 但是在过程中 它可以把所有各样的观点提出来 让我们其实在最后 了解了各样的观点之后 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 所以当我们要辩论的时候 总要用一些逻辑 不能够说空穴来风的随便讲 这个不能够让人幸福 因此呢 我也要跟各位谈一下 最基本最正常的逻辑 我想身为一个最正常的人 以性的人 我们应该有一些逻辑的思维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短暂的 是不可能带来长久的 首先大家同意吗 如果一件事它的本质是短暂的 譬如说牛奶 它是短暂的新鲜 它就不可能长久的新鲜 是吗 就短暂的它本质是短暂的 它是不可能带来长久的结果 会改变的就不可能带来不变的 暂时的是不可能带来永久的 会腐败的就不能带来不腐败的 因为这个会就是 英文的话就是后面加一个able 比方说会腐败的corruptible 就它可能会腐败 它不见得现代腐败了 但它会腐败 可以被腐败 那它就不可能带来不腐败的结果 目前同意吗 OK 那会褪色的 它就不可能带来持久的吧 因为它既然会褪色 那会被污染的 它就不可能带来永久存静的 那会变质的 就不可能带来不变质的 会失效的 就不可能带来永续的 会被震动的 就不能带来不震动的 会失信的 那就不能带来可靠的 能力有限的 就不能带来万能的 因为它能力就是有限 不能带来全能的结果 年日有限的 就不可能带来永远的 这个是最基本正常的逻辑 基督徒绝对不是迷信的人 基督徒应该是 最理性最逻辑的人 因为我们的神 是创造宇宙科学系统 祂是科学之父 祂是讲逻辑的 祂是讲法则的 祂是有理的 那我来举例说明 譬如说短暂的娱乐 它就不可能带来 长久的快乐吧 我只是把后面填空一下 因为就算你看了一场 很好的电影 最后会写 The End 剧中 那它就不可能带来 长久的快乐 而且也有人喜欢 花钱去看悲剧 花钱去被人家吓 看那种恐怖片 我这不理解的 所以我不会做这个事 那为什么要花钱 让人家吓我 我实在不懂 自己下自己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 娱乐是不可能带来 长久的快乐的 那会改变的 不能带来不变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要买房子呢 因为租的房 随时房东可以改变租约 房东可以请你走 所以你就不可能 有长久的安定 每个人总希望 有一个房子 是不会被赶的 因为短暂的 会改变的 就不能带来不变的 那暂时的不能带来永久的 比如说暂时的兴趣 是不能带来永久的关系的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朋友的关系 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上 对不对 大学里各样的社团 为什么 就是共同的兴趣嘛 爬山社 大家都喜欢爬山 那桥牌社 就是大家喜欢打桥牌 那可以借着共同的兴趣 建立一些友情 但是兴趣会改变啊 随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兴趣会改变 那么这关系也就改变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亲戚 有一个亲戚从美国回来 带了一个会讲话的洋娃娃给我 那就是讲一句话了啊 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经过那个洋娃娃会讲话的 洋娃娃交了很多小朋友 是他们因为都喜欢来玩我的洋娃娃 那也借此有很多的小朋友 来跟我建立了一些短暂的友情 但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不再玩那些洋娃娃了 他再讲很多话我也不会去玩了 那我们的兴趣改变了以后 那么这些建立在这些 转暂兴趣的关系上就改变了 这些关系也就真的改变了 那会腐败的是不能带来不腐败的 人性是可以被腐败的 因此它不会带来不腐败的社会 因为社会就是人的构成 如果每个人都是可能腐败的 可以被腐败的 会腐败的 那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不腐败呢 会褪色的不能带来持久的 会褪色的青春不能带来持久的美丽 会被污染的环境不能带来永远 纯净的净土 那会变值的不可能带来不变值的 币质都是会变值的 它就不可能带来不变值的财富 所以现在才会有这种Bitcoin 就发比特币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国家的币质 好像失去信心了 要再创造一个这个Bitcoin 其实那个也是会变值的 所以只要是会变值的 它就不可能带来不变值的 所以把财富建立在人的这个币质上 那肯定会改变的 那会失效的不能带来永续的 世界小姐围棋一年 所以他们可能希望这一年过得很慢 因为至少他可以延长一下他的光环 但是365天就是准时的到齐 他就要把他的皇冠再交给下一任了 这带不来永续的光荣 那会被震动的就不能带来不震动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根基 房子的根基盖在一个会震动的地上 那迟早他就会被震动 不可能带来不震动的安全 那会被信的花花公子 就不可能带来可靠的承诺吧 当然很多人会有迷信 觉得我是例外 但是那就是不合逻辑 因为逻辑是说是被信的 它就是不可能是可靠的 所以没有什么例外的 如果我们认为有例外 那就是不合逻辑 所以能力有限的 那就不能带来万能的 很多人去做慈善的工作 有人接受慈善的帮助 但是都是能力有限的 不能带来全能的万能的帮助 永远的帮助 那最后我要讲说 年日有限的不能带来永远的 父母的爱可能是在人间的爱中 最没有条件 而且最持久的 但是它也不是永远的靠山 为什么 因为要做我永远的靠山 要能爱我到底的人 只有第一个条件 一定要至少满足第一个条件 活得比我久 有谁可以保证他活得比我久 有谁可以保证活得比我久 所以父母通常不能够爱儿女到底 不是缺少意愿 而是缺少年日 因为通常父母会比儿女更早离世 因此不能带给儿女永远的靠山 也不能爱儿女到底 要爱我到底的人 我还没到底他已经到底了 那就爱不了 爱我不了到底了 对不对 这是基本的逻辑 这是基本的逻辑 如果我们违反这些 或者不接受这些逻辑的话 我想只是我们忽略了事实吧 或者不敢面对事实 或者迷信 是吗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都从 对人间非常常见的迷信中清醒过来 面对事实 我们要认识生命的本质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热爱生命 这才是真的热爱 那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一件 短暂的不可能带来长久等等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么多的不可能 我们是不是就很悲观了呢 觉得哎呀 人生太没有盼望了 太没有希望了 哇都是这样子 非常灰色 那如果如此 我们今天就不必聚在这里 欢聚一堂 那当然是有好消息了 但是人的处理方法 在迷信之下 他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可能 那我就多一点吧 所以每个人就会需要觉得 既然没有一个是可靠的 那就多找几个不可靠的 那说不定加起来就等于可靠的 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不可靠就是不可靠 你加多少都是不可靠 就像说我们有junk food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叫 垃圾食物 吃了是不健康的 对吗 那我觉得说 那我说定我多吃一点 就健康了 有这个道理吗 这合逻辑吗 不合逻辑吧 所以但是为什么人就是这么过呢 知道左边的 知道右边的 但是就拼命左边多加一点 希望可以变成右边的 有这种事吗 这是迷信啊 所以但是人生就是这样 你看世界 人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靠山 偶像 找各样的资源 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呢 因为梁心里 心底他知道没有一个是可靠的 每个都是有限的 每个都是暂时的 但是却落入一个误区里面 觉得多加一点 说不定就变成可靠的 这实在是很不合逻辑 尤其我在商学院教书 我们商学院的学生 最喜欢去network 这个一大堆的network 怎么讲 各样的团体 各样的团体 交友的团体 各种的交友团体 现在还有很多的online electronic Facebook linked 等等 都是有各样各样的network tool 因为他们觉得广交赛源 多交一些朋友 说不定有靠山 但是我每次都对他们讲 你加入了很多很多个 尼菩萨俱乐部 认识的还都是尼菩萨 都是自身难保的 每个人都是来想 再找一个 找一个其他的菩萨 但是全部都是尼菩萨 很多的尼菩萨 加起来以后变成一个真神吗 这是不合逻辑的 这是迷信 但是因为我们这么加来加去 人生就变得非常的忙碌 而且变得非常的复杂 但是不一定有效 有收获 有价值 有意义 很多人都叹息 太忙了 太忙了 的确太忙了 因为他们都在找各样短暂的 不可靠的 但是还是在那误区里绕 今天大好的信息是 有更好的选择 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 那就不必谈了 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时间资源 是有限的 我们刚才说决定是什么 是以有限的资源去达到目标 来选择最好的可选方案 以有限的资源达到目标 人生最有限 最公平的资源 就是时间资源 神非常公平地 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24小时一天 一秒钟都多不了 一秒钟也少不了 非常公平地给 最高领导到贩夫走足 同样的24小时 其实我常常想 为什么老板要雇员工呢 其实老板说不定更聪明 能力更强 这个关系更多 这个network更多 什么又有钱又有名又有利 都有 就是没有多的时间 所以呢 他要用其他的资源 他的财务资源 去换取别人的时间资源 来替他做事 因为那个分子是不能改变的 24小时不能变 而且时间是一次性 就永远抛弃的资源 不能回收 不能逆转 也不能再生的资源 所以当一个公式 分子除以分母 分子是24小时 那分母越大的时候 得出来的数字是越 小 这是不是基本的算数啊 24除以3 等于8 如果你24小时做三件事 每件事你可以devote 专注8小时 但是你如果把24除以24 你要想在24小时内 做24件事 每个一件事只能分到一小时 那如果你要拿那件事 去跟另外一个人 花了8小时做那件事 跟你花一小时做那件事 谁的胜算更高呢 我相信8小时的 假设IQ差不多 能力也差不多 就是时间的投入 精力的投入 因此 这不见得划算啊 24是不能改的 分子是不变的 那分母越大 不见得越好 但是会越复杂 而且呢 可能越无效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在做呢 都说好吗 好吗 好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分母太大了 越来越大 因为没有一个可靠 再加一个吧 说不定加来加去 就变可靠了 这个不合逻辑啊 我再说 这是迷信 可不可以清醒一点 清醒一点 面对事实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铁定的事实 就是如此 我记得我刚加入 Ibian的时候 Ibian公司 每一年到年初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 一个很大的 kick off meeting 就把这个新年 开始 有一个公司呢 会请 最有名的 最motivational的speaker 来跟我们谈话 就是最有 煽动性的 这个 演讲者来跟我们讲话 而且呢 每一年 他会选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标语跟口号 来激励我们 更努力 更上一层楼 达到更好的业绩 那我记得 有一年 他的 这个口号呢 就是challenge the limit 挑战极限 OK 挑战极限 那他请来的是 第一次登 那个圣母峰的人 挑战极限 一个拿到全十的 十分的这个 体操选手 都是挑战了极限的人 他来谈 哇 他们讲的热血 沸腾的 鼓励我们大家 挑战极限 当然 是很有效果的 但是我记得 我坐在那边 我就想 人生只有两个极限 是 你再去挑战 也没有办法突破的 第一个 时间 二十四小时一天 怎么也突破不了 这些 登了圣母峰的 体操得了十分的 他把二十四小时 全部花在那件事上 他的培训 他的过程 他就是 可能二十四除以一 所以他就可以比 另外一个 二十四除以二十四的人 在那一项做得更好 那就表示 selection就表示 deselection 选择就表示 抛弃 因为当你 全部的资源 是有限的时候 你选了这个 就表示 你必须抛弃另外一个 所以这些人 把所有的精力 花在体操上 花在登那个圣母峰上 他就没有办法 顾及到其他的方面 所以很多人 把所有的精力 投资在事业上 等到他退休的时候 他就突然 非常的失落 不知道如何活 我记得 我们学号有一次 请了一个非常有名 有成就的人 那我就protect the innocent 不讲他的名字 来讲 来给我们演讲 他的成功之道 当他讲了一个 一天一整天之后 有一个学生 举手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 请问某某领导 你什么时候准备退休 你退休之后做什么 那一位领导顿时 在我们所有学生 还有旁听的人眼前 顿时黯然下来 因为当他想到退休 他立刻黯然了 然后 我们可以看着他 从神采奕奕 突然变得很暗淡 然后说 我还没想好 对还没想好 他希望能够延长 这个光辉 永远不要退休 因为他把24小时 全部花在一件事上 那这件事 是暂时的 这件事 是会朽坏的 这件事是会过期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那个分母应该是什么 分子已经决定了 没什么选择可做 就是24小时 那分母呢 分母是什么呢 要慎重的选择 所以人的梦想 是希望把这些短暂的 会改变的等等等等 全部加起来 再乘一个N 哇 人生变得非常的复杂 越来越复杂 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呢 说不定 就等于这样子了 那有可能吗 不合逻辑 对谢谢 这个叫做迷信 因为他是不等的 因为这不是量的问题 是值的问题 这值不一样 不是量的问题 一杯会朽坏的牛奶 你加很多杯 它是不是就变成不朽坏了 不会吧 所以我们不要迷信 我们要面对事实 当我们认识了人生的本质 我们还能热爱人生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 那我必须说 我是一个热爱人生的人 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 都可以说 我们热爱生命 我们热爱生存 因为它有价值 有右边这些价值 为什么呢 哇哦 那我先卖个关子 如果我们分母 没有更好的选择 那我们也是白谈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有更好的选择 才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然做不出更好的决定 都是空想 都是梦想 都是不着边际 不务实事的 但是人类社会 有更好的可选方案吗 我常常看各国的选举 只是在都很差的环境中 选出一个比较不差的 对不对 或者是流的泪去投票 是不是 有人这么说 因为人本身都不是完美的 只是在有各样缺点的人中选一个或许少一点的 所以人类社会能够提供什么更好的可选方案呢 所以这些可选方案是更好的吗 连父母都会说 在家靠父母 出外呢就靠朋友吧 为什么 我虽然非常爱你 儿子非常爱你 但是你远走高飞的时候 我边场莫及了 我顾不到啊 你太远了 所以我虽然爱 但是能力有限 所以你多交几个朋友吧 在家可以靠我 但是出门啊 靠朋友 多交几个朋友 结果交了朋友啊 加起来有时候还不等于那个父母可靠 但是父母还觉得自己不可靠 因为至少我比你早离世了 不能按你到底 这是事实 是残酷的事实 但是呢 就是事实 先接受 我们就能找到解决方案 那其他人就说广交 站员了 交一大堆朋友 结果交了一大堆不可靠的 加起来不等于可靠的 那另外多元化的理财 为什么现在理财拼命要多元化 搞得非常复杂 因为那个卖你产品的人啊 理财产品人知道都不可靠 没一个可靠的 所以他不能保证 OK 而且他细致写着说 过去的成绩不表示对未来的保证 而是就你自己好自为之 自己选择自己的风险 自己藏 所以这些都表示 这些都是不可靠的 那我们有到底有更好的选择吗 因为没有更好的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是不是就悲观一声呢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 那人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是是是非是善是恶 尊贵低俗荣耀羞辱 公平还是偏袒 正义还是邪恶 清洁还肮脏 美丽还是丑陋 到底标准是什么 因为见仁见智 我认为非常清洁的 在别人可能认为不够 那我认为美丽的 在别人认为是丑陋的 我相信我们都看过一些土族的人 要把脖子拉得很长 带了一大堆的东西 从小把脖子拉得很长 今年中国古代 不是把小脚缠起来吗 女人的脚变得很小 当年是认为是美丽 这些脖子很长的 也认为是美丽 但在我们看来 是非常的怪异 非常的不美丽 我记得我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 一次午餐的时候 一个蛮好的同学 他从某一个国家来 都是Protecting Innocent 不需要讲的国家 吃中饭的时候 我带的是优格 拿出来吃 他带的是家里做的饭 他非常热情地用右手抓了一坨饭 还捏了个半天 然后递给我吃 我不知道要接受还是要拒绝 因为在我认为 那个不够卫生 尤其我们在念公共卫生 但是对他来讲 这很热 那是很卫生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不知道 根据主耶稣的话 说不定可以吃了 反正就 那个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标准不一样 常常鸡同鸭讲 讲不下去了 那所以个人行自己眼中 看为正的事 世界就会太平吗 绝对不会 会世界大乱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对的 但是每个人对的眼光 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文化的冲突 我又教一个跨文化管理 那先把文化定义一下 文化就是每个人的假设的模式 你假设什么是对的 你假设什么是尊贵的低俗的 假设怎么样才是公平的 你很多很多的假设 是你被在一个环境里面 成长的环境 或工作的环境 家庭的环境 培养出来的 都是学习的 但是你认为那是对的 因此 不必讲了 这是心造不宣的潜规则 如果你竟然还不晓得 实在是太没有善事 那文化的冲突 都是这样产生的 就是我的假设模式 跟你的假设模式 是不一样的 我假设是干净的 你假设是肮脏的 这个简直不合理 所以就会冲突 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结局是天下大乱 我想我们随便翻开报纸 看社会的冲突 都是个人各持己见 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错的 他说明自己已经先改了 但是他就是不肯改 为什么 他认为是对的 well 这就是问题 所以标准在哪里呢 圣经有答案吗 有 当然有 当然有 我可以先预告一下 我从四十多年前 真是接受了基督 与他一起生活 我人生所有所有的挑战 跟提问 跟问题 都在圣经中找到最正确 最崇高 最无峻 最纯净的答案 而且是永远有效的答案 真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就不可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嘛 那怎么办呢 人的一生的时间 健康资源都是有限的 第一时间有限 第二健康有限 所以当我们时间用完了 人生就走完了 健康用完了 我们就无用了 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 时间有限 因此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有优先级 那制造 去制造可选方案 也需要资源 这不是空穴来风 或者是坐椅待毙的时候 突然一个兔子 就撞到我的树上 这不是梦想 是要努力去制造的 那所以我们在制造之前 先要想清楚 我到底那个分母要放些什么 那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我很喜欢简单的答案 我教的这个决策思维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 可以帮助人做选择 做决定 有效 而且非常有效 其实很多有简单的事情 是有效的 越复杂 反而是无效的 那又能够有收获 有价值 有意义 不白活 不白干 这样最佳的可选方案 在哪里啊 Well 还有 这个方案可以不要改变吗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就想 老师要定目标 实在很麻烦 每年新年就有新希望 定个新目标 结果到了一年 达到了也是就没目标了 达不到更是很问题 所以呢 到底有没有一个 一劳永逸的目标啊 永远去追求 让我有动力 但是不过时 不失效 而且它是 没有副作用的 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这个可选方案 Well 就在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所有的左边 其实它就是 人性 逃不出的人性 脱不了的人性 有些宗教是自救法 希望操练自己 让人性 能够借着人自己来改变 那有点像啊 一个人 一个非常非常世界级的 举重选手 想要把自己举起来一样 做得到吗 他可以举超过他自己 体重的重量 他可以举很多东西 但有一件他举不起来 他举不起自己 所以中国人才会有句话 叫做不能自拔 不能自拔 如果我在泥沼里面 我拔不起自己啊 另外一个也在泥沼里的人 就不能拔我吧 他拔我 他一使力 他就陷得更深了 那所以我们都在泥沼里面 都有这样 左边的这些人性 我们是无法自救 也没有办法救人的 因为人是无法自拔的 我可以拔别人 但是我不能自拔 我想我们 例子太多了 很多人明明知道 电脑游戏浪费青春 但是为什么还在玩呢 不能自拔 很多事情我们明明知道 不该做 明明知道虚空 明明知道没有意义 但是为什么还继续做呢 不能自拔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是没有更好的可选方案 所以今天我们要提供的 就是一个更好的可选方案 那更好的可选方案 是在右边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的 这个就是神性 因为只有神 有这些特性 祂是长久的 祂是不变的 祂是不腐败的 祂是持久的 祂是永远存静的 祂是不振动的 祂是绝对可靠的 祂是万能的 祂更是永远的 这就不是人 这是神 神性 人想要超度自己 超炼自己 成为神 不可能 最多只成为一个不是人的佛 祂不是人 但是不是神 我叫是无神 所以神跟人之间的鸿沟 是直的改变 它是一个直的鸿沟 不是个量的鸿沟 是直的不同 不是量的不同 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命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 带来一个不同的职 不同的性情 人有人性 神有神性 这两个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我们可能不要讲这么远 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生物吧 一个动物 羊跟狼 它们之间的直 也是无法跨越的 一头羊 你跟它再怎么训练 说狼要来吃你了 你赶快凶一点吧 它就是凶不起来 它被吃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讲不出话来 所以它就是羊 那条狼 你怎么训练它 它先把那个训练它的人 可能都伤害了 它就是那个狼性 是没有办法改的 每一个生命 它是带来一个不同的性质 狼就是有狼性 羊就是有羊性 它有之间是一个直的不同 不是量的不同 那人性跟神性之间的鸿沟 怎么跨越啊 人最多操练 变成一个好人 但是好人还是 短暂的长一点的短暂 会改变的就少改变一点吧 那会腐败的就 少腐败一点吧 那会被污染的就 少污染一点吧 最多如此吧 但是它可以变成右边的吗 不可以 哇 那如果如此的话 那我们都 很失望地回家了 但是今天 我们要谈的就是 有答案 人性可以提供的 这些在哪里呢 人性与神性那不可跨越的鸿沟之间 有道路吗 有桥梁吗 可以跨越吗 大好的信息就是有 肯定的有 那个道路就是惊天动地的大好信息 那从现在开始我要讲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了 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 不是人写的 我相信 认为是人写的都是没看过圣经的人 看过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不是人写的 因为看不懂 人写的至少容易懂一点 但是圣经没有神的生命看不懂的 所以这个道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 耶稣来了 他就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字 那个黄的字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哇 有谁敢讲这个话 我想最大的师父啊 修行了半天的师父 他只能告诉你说 这边有一条路 请你自己修行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请你同样走这条路 但是有一个人来了 他竟然说 我就是道路 我不只路给你 我就是道路 你走在我里面 哇 走在他里面 可以吗 可以 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可能都可以见证 走在主的里面 永远有路 真的 他就是道路 我不知道前面的路 是什么路 非常大的雾 但是我知道 哎 脚底下就是有路 因为我在基督里 他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走在他里面 是永远有路的 他真的就是道路 那最重要的道路 就是他 能够把我们带到 神那里去 他是神与人之间的道路 也唯有他 独有他 敢这么说 因为他就是 所以 那这个道路怎么走啊 Well 他的主耶稣的回答 就是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若不重生啊 你根本看不见这条路的 所以你要重新生一遍 哇 怎么重生啊 所以他的对象呢 是尼格迪姆 主耶稣在对这个尼格迪姆 讲的话的时候 尼格迪姆是一个 犹太德高望重的教师 他对很多的道理 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他看不见神的国 他来请教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做了很多 人没办法做的成绩 他想这个人肯定功力很高 我来请教一下 所以他就说 先恭维他一下 夫子你做了很多很特别的事 主耶稣啊 我真是太喜欢他了 直接了蛋 打断他的话 他还没提问呢 那你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了 你是来请教我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请教的人是谁啊 你请教的人是天地的主啊 你看得见吗 你看不见 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 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觉得怎么一个木匠的儿子 做这么高明的事啊 我来请教一下 所以主耶稣立刻跟他讲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如果不重生 看不见的 就像一个射盲的人 看不见颜色一样 颜色摆在面前 对我们来讲 五彩缤纷的颜色 但是对一个射盲的人 他看不见 他看到形状 但他看不见颜色 因为他眼睛 去apprehend那个color 颜色的那个器官 没有启动或者失效了 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说 你要重生 那当然他很困惑了 他说那怎么呢 我再从母亲的肚子里 再生一次吗 主耶稣说 肉体生的就是肉体 我们念一遍 肉体生的就是肉体 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哇就是左边生的 就是左边的 右边生的才是右边的 人性生的就是人性 神生的就是神 有神性 这两边的不能跨越 除非经过那一条道路 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唯一的路 肉体生的再生多好变 都还是肉体 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 人生的就是人 猴子生的就是猴子 神来重生我们 我们就有神性了 所以这就是 大好的信息 但是你可能觉得 有可能吗 很稀奇哦 但是大好的信息是 如果天地的主告诉你 不要以为稀奇 请你就不要以为稀奇 那你就接受好了 因为他都说不要稀奇 他办得到 你办不到 就像你生下来 是自己生下来的吗 还是父母把你生的 父母生你的时候 他就生你了 你不要以为稀奇 每个小孩都问 我哪里来的 我妈妈生你的 妈妈知道 他生了你 你觉得好稀奇 我怎么就存在了 如果神说我可以生你 你就不要以为稀奇 你就让他生吧 很简单 你就让他生你 就是接受 不要抗拒 不要躲避 也不要现在目前 想要了解 更不需要你同意 父母生你的时候 经过你同意吗 是照着父母的意思生你 所以主耶稣说了 这是照神的意思生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稀奇 只要他愿意 你接受 事就成了 所以我们来念一遍 这个经节 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入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 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 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神要重生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稀奇 怎么重生呢 接受 不是了解加同意 你被生下来的时候 你了解what happened吗 你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吗 绝对没有吧 第一声的哭 你就是哭 旁边的人高兴得不得了 拼命笑 但是你在那边哭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你没有抗拒 你就生下来了 所以神要生我们 是照着他的意思生 这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就是接受 接受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 我们很多的误区认为说 我今天有人邀请我来加入基督教 错了 没有基督教给你加入 至少这里没有 我们是要来介绍你 可以重生 所以只要你接受 这就是信入他 不是要你了解 要你同意 那是大学 小学 中学的事 但是 就是要你接受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跟生台结婚了四十多年 如果我说 我先了解你 然后我再同意你 那我们在交往的话 那我想 我现在还单身了 对不对 因为要花很多时间了解他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不是每件事都同意啊 但是呢 接受了 我接受他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交往 虽然有不同意 绝对不干扰我们的关系 不同意就不同意嘛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不同意 这个圣经讲了这个话 我可以成为基督徒吗 我说可以啊 如果你要找一个神 是你完全同意的 你就自己做神算了 不是很麻烦吗 对不对 你这还简单一点 那你就是神了 对不对 那就不必麻烦了 当然 他不跟我们一般见识啊 所以我们肯定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可以告诉你 最后都是他对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先接受再说 那我们接受了 就可以跟他交往了 他就可以生我们了 他要生了我们 我们就有他的性情 我们有他的生命 我们就成了他的儿女 我们就跟他有一个生命上的关系 这是一个永远的关系 这个父母啊 这个父亲啊 天父 保证 活得比我久 所以他可以爱我到底 在宇宙间 只有这一位人物 保证活得比我久 所以他可以保证 他可以爱我到底 而且他是真的靠山 所以主耶稣说 他来了 不是设立基督教 拜托 他不需要什么 什么什么信徒 教徒 他要生很多的人 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他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还得得更丰盛 我们来念这句话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什么叫做得得更丰盛啊 就是你看一个小孩生下来 他不是先伸出一个手 过两天妈妈再给他伸一个腿 然后再伸一个肢体 最后等他长一段时间 再把他拼起来 不是这样 他一生下来 全部都有了 所有人该有的他都有了 五官 器官 什么的外面 外面里面 所有全部都有了 只是他需要得得更丰盛 他需要成长 他什么都不少 但是他需要成长 他需要成熟 所以主来了 叫我们得生命 我们一旦得了 就是得了神的生命 但是我们每天要得得更丰盛 使我们能成长 我们能长大 我们能成熟 所以感谢主 我们这个生命啊 他是有一个性情的 就是神的性情 所以我们来念这句话 非常非常宝贵的经节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是当受颂赞的 他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有活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欢恨 为我们存留在诸天之上的基业 哇 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父神 他造的他的意思 愿意来重生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一旦得了他的生命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的基业 而且这基业是存在天上 所以人动不掉 偷不掉 抢不走 他就是永远为我们存留的 那这个基业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的 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生命 有他的性情 我们从左边的这个人性 会朽败的 会朽坏的 会被玷污的 会衰残的 就有一条道路 到了右边 得到了神的生命跟神的性情 这就是 大好的信息 从左边 到了右边 基督成了我们的道路 从人性 加上了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 就让我们能够有了神性 并且 他把他的生命和性情赐给了我们 他是一条人与神之间的道路 让我们到父神那里去 并且把父神的生命赐给我们 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有人性也有神性 太好了 这个是大好的信息 那怎么接受呢 很简单 我们刚才说 就是接受 对不对 我们根据神的话 他说不要以为稀奇 咱接受他的 就是信入他的 他就赐他们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当神说 不要以为稀奇的时候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接受 不要逃 因为逃不掉 不要躲 躲不了 不要抗拒 抗拒不了 就是接受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人生 开始了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 现在我就想邀请 所有的朋友们 跟弟兄姊妹站起来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来接受神永远的生命 好吗 我想或许你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那就重复我的祷告 当作是你的祷告 向着父神 以后你就知道怎么祷告了 因为你就重复生了 父就生了你 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不需要管别人 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 所以我说一句 请你们重复一句 请你出声 就让我们知道你是自愿的 主耶稣 谢谢你 是你来寻找我 要把神带给我 主耶稣 谢谢你来了 是要我得生命 得神永远的生命 得神永远的生命 主耶稣 谢谢你 你来了 是要做道路 让我能到神那里去 让我们到神那里去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愿意 我愿意 接受你 接受你 接受你永远的生命 让你照着你的意思 让你照着你的意思 重生我 把神的生命 神的性情 带给我 让我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有神的人生 与你同行的人生 有盼望的人生 住在地上 也住在天上的生活 也住在天上的生活 让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让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行在你光明的途径上 住在你永远的爱里 住在你永远的爱里 认识你 认识你 与你交往 与你交往 来爱你 相信你 接受你 与你合一 与你合一 主耶稣 谢谢你 赦免我过去的无知 赦免我过去的无知 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 把神永远的生命 与他甚别的性情 现在就赐给我 内住在我的灵里 永远与我同在 永远与我同在 让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让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阿们 阿们 恭喜你 阿们 请坐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祷告 你重生了 阿们 因为神照着祂的意思 重生了你 你得着了永远的生命 阿们 就进入了神的家 成了我们的弟兄姊妹 阿们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来自四面八方 有不同的境遇 有不同的契机 在我们遇见神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景象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背景 有逆境 有顺境 有各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做了这样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我们可能没有共同的过去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就是认识神的未来 与神同行的未来 我们的前途是更光明的 感谢赞美主 恭喜各位 重生了 那下一步呢 你就是需要进入神的国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经节 非常重要 刚才约翰福音三章 三节 主说了第一个实实在在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若不同身 就不能见神的国 你看不见的 但现在你看见了 你还要进去 就像是 你看见了 世上有另外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也发了一个visa 发了一个签证给你 邀请你去那个国家居住 你拿了这个签证 你要去啊 你要入关啊 你不入关 你踏不到那个土地 你还在你原来的土地上 所以你需要去入关 你就可以真的迁移到那个国家里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主耶稣立刻 在下一节就讲了第二个实实在在 所以他说 我们一起念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灵声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哇 进神的国 才是一个完整的救恩 不要拿到签证 但不去 这是非常枉然的 我们就是要去 因为这个国真是不一样 他的领导是光明的神 他是公平的公义的 这个国家是平安的 是安全的 是充满了爱的 这个等着你去发掘 但是你必须入关 这个入关呢 就是从水深 就是刚才各位已经从灵声了 因为你们祷告了 就是接受了 就是从灵声了 现在要从水深 就是受尽 受尽不是一个宗教仪式 不是一个人发明的仪式 如果是请你完全忽略它 但是不是因为这是神的话 神就说你要进来请你受尽 主耶稣自己都受尽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讲 那就是一个入关仪式 真正的完成这个迁移 从人的国迁移到神的国里 真是邀请每一位刚才祷告的 开始领双重国籍 一个是地上的国籍 一个是天上的国籍 两个是并行的 我们常常觉得地上太乱的时候 就到天上去住一住 与神同住 非常美妙 所以感谢主 我们可以有双重的国籍 接受进入神的国 就是受尽 受尽各位 刚才有的祷告之后 全部够资格 因为在神没有其他的要求 他创造了我们 他重生了我们 他就是希望我们 迁移到神的国里居住 不会难为我们的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受尽 就是在水里面 承认我们埋葬 我们过去无神的生活 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在神的国里 与神同行 并且在弟兄姊妹中间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因为你要知道 每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需要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 我们来看其他的生物 鱼它一定要在水里生活 但是鸟却一定要在空气中生活 不能交换 如果鸟跑到水里 它就活不了 鱼到了空气里 它活不了 鸟就是要在空气里展翅翔 但是鱼就是在水里 才如鱼得水 那神的生命要在哪里呢 神的生命要在神的家 跟神的国里才会长 这是适合神的生命 成长的生态环境 所以请完成这个迁移的动作 今天晚上就可以完成 幸而受尽的旧必得救 得救的意思就是 有了属天的国籍 我们可以随时到那个天上住 随时真的可以 不是说我肉身 真的是在灵里一个全新的境界 他说当我们接受了这个心 进入我的心 进入我的灵 第三节诗歌说 我们有的第一声的呼求以后 第三节最后说 主耶稣 他就进入我的心 进入我的灵 我生命因你成新人 有了你境界全新 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 我们的境界全新 我们在神的国里居住 所以在这个国的范围里 在这个生态环境里 我们可以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那更丰盛的结果呢 就是从灵生的就是灵嘛 我们从灵生了对不对 我们祷告接受主了 从灵生了 那这个灵在这个生态环境里面 它会长出果子 这个果子是所有我们所想要的 右边的美德 我们可以念一项 那灵的果子就是爱 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都是人想要的美德 但是怎么修行都得不到 为什么最多得到一项 这个不是啊 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要全部都有 同时存在的 那些小孩子 你不能说伸一只腿出来 他就走路了 不可以的吧 他整个人伸出来 并且还要得得更丰盛 他就可以得到这些果子 所以灵的果子是全部 不是一项一项灵售的 是wholesale 全部都有 包括在灵里面 这是圣灵的果子 就是在我们神国的范围里 这个全新的境界里 我们继续成为一个新人成长的结果 这是我们大好的信息 这是今天真是惊天动地的好消息 所以恭喜各位 今天祷告了 接受主了 被神重生了 下一步就是受敬 进入神的国 完成这个救恩的手续 好 感谢主 我们现在交给光虹弟兄 好 经过这些话语之后 我们鼓鼓掌好了 我们再把刚刚的诗歌唱第一节 第三节 我想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大概都不太会唱 但是都要大声唱 两位青年上来陪我唱 麦克风拿着 来来来 祝你如此高 真真假之肉之高 我的爱生命 这道就真意之恨 你一生呼叫 остав着我心里 哦 主耶稣 两国子民 自由自民 我生命终于国相 哦 主耶稣 两国子民 自由自民 我生命 国子民有了天主 主祖三节 参与卓主 主 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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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站起来唱 哦 主耶稣 能孤独于国 第三节再唱一遍 我愿爱生命之中 一生不长 光处我心里 光处耶稣 进入我心 进入我灵 我生命里最尽能 光处耶稣 进入我心 进入我灵 我生命更了解 借行 请坐 今天这个题目请回 好 大家印象深刻了吧 讲什么 选择 选择 时间是机会 一样人生像中摆 左摆虚空 右摆无聊 我加一句 平白死掉 那就大事大条 所以呢 我们一生在这里受教育 在这里追寻 就盼望能够有贵的 好的正确的 正向的选择 选择对了 然后加上决定对了 你的人生改写 很多人 我见到他们 他们常说还好 我人生有两个贵的大选择 改变我的人生 有人会告诉我 我取对了一个人 我嫁对了一个人 好大宅 经常我听到的就是 我人生最大的选择 最正确的选择 竟然我会选择一个 我原来陌生不解 误解的拒绝的 却成为我最重要的选择 因为这一位 告诉你一切人生的奥秘 最近有一位佛门的大弟子 来和我有一些的问卷 他问了十几位高僧 十几位非常有名望的人 然后他觉得说 让所有这些很好的佛门弟子 那个答案固然重要 他叫涅槃之旅 涅槃固然重要 他们论生死 了生去死 我佩服他们所有那种精神 埋进去的身部 然后他竟然这位编者 这位住者 竟然有一个心愿说 我要问问看 那基督徒对于生死 有没有什么观点 竟然有人推荐到我这里来 我们谈了五个小时 我们谈论的结果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越谈我里面越火热 他们竟然也把这篇文章放在他整本的这个书里面 看见了一个 他说从另外一个窗户你可以看见 也许可以看见生命的曙光 朋友们 今天绝对不是偶然 一切都有神的主宰 经过 我觉得今天好多的发表 好多的话语 还值得我们回顾 还值得我们消化 若是让我们坐下来一点一点的谈一谈 我告诉你我还可以再讲三个小时 心得感觉太多了 因为他信主四十几年 我五十几年了 而且我没有白白过日子 我真的觉得说 天天都觉得和这位族相见恨完 而且我们这些真理 不是凭着人的混物 人的寻求 人的在那里突破 而会跟在那里追求 圣经是告诉我们 神亲自来启示他的心意 来说明他的人生宇宙的目的 神这个字真正称为神者 左边是启示的事 右边是神说明的声明 所以真正一位神是负责任的 能启示我们所看不见的 能说明我们所不明白的 这位神我刚刚说到选择 就想到后天就要选举 哎呀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啊 我这个七十二岁的人 都是想要在两个苹果中间 三个苹果中间找一个比较 住的少一点的苹果 对不对呢 好无论怎样各位要选 我们都要做出我们的抉择 对不对呢 因为选择的总和就是我们国家的命运 所以那你说怎么选怎么选 我在台上不能讲 对不对呢 我只能说 对我们的平常我们所构思的 我们要有决 要有一个智慧的决断 所以选择何等的重要 这个选择然后做下决定 决定就产生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过四年以后就知道 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果 再来期待另外一个选择 哎呀那天我们谈话的时候 应该在美国 他说哎呀很感谢主 我们啊这位神啊 一选他选上他了 不必再选择了 当我们选对他了 我们的选择就结束了 我们就执着的决定来认识他 从前我们家是拜拜的 我们照传统 我妈妈拿起箱来干脆一句话 他祷告我们家佛门佛教佛像 一大堆其中有一部分 还是印度原装进口的 但是妈妈拿起箱来只有一句 干净利落干脆直接 真神请你来用饭 真神听你来用饭 假的你不必来 来宾止步 各位今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胸 胸襟来寻找 我们要选择 这一天我想所说的 只是我们万分言语的一二 讲不尽 我知道我们子妹的发表很好 但是呢 某人怎么讲 在我个人来看 哎呀 还可以再讲下去 但是时间有限 朋友们 今天让我们做一个贵的决策 哎呀 地上各地都在等待这个选举 真辛苦啊 对不对啊 哎呀 但是呢 你我今天这个抉择 这个选择是不只影响一生之久 是想影响我们永生永世的 这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我们所选的乃是这一位 照天照地万物的主宅 而这位主他所说的 就跟永远结起来 他说我是谁 我是自有永有 习在今在以后永在 就是他左边刚刚所说的 选择的项目 他是自己有永远有 从前在今天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这样的一位你听过吗 我不是自有永有 我七十五年前就没有 七十年后一定没有 不要七十年三十年也没有了 但是呢 现在苟延参传的有 各位你我要拣选一位 自己有永远有 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他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 照天照地照人 然后他说话 他说我的话 你要知道有一本书 就是画东之画 整个人类所有的话里面 只有这本书说 是这位照天地的神 向人说的话 七千次提他的名 两千次提 这是我的话 他说天地可以废去 我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废去 我的话都要成为有效 都要成功 各位今天呢 我们姊妹简单的说了一些 你我一定要知道 要有正确的选择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有 就是选择这位照天照地 无一无二的真神 有没有做该有的决定 选择 对了以后 决定就是采取行动 好简单 最重要的都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呢 生命最重要 生命最简单 呼吸最重要 呼吸最最简单 生下来第一口哇 一哭活下去了 得着重生 我告诉你 这是人类最重大的事 这位神来心里说 我就是生命 我来了叫人得生命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今天好多选举呀 哎呀不够实在了 但是呢有一位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必须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看见神的国 不从水和灵声 不能进入神的国 所以怎么做决定 决定要重生 就是接受 接受怎么接受 各位 接受就是讲I do 对不对 当他们相爱的时候 要不要加 I do 这一下改变他们的一生 各位 你我对这位神 说什么 就是你接受呢 就是说我信 神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心里相信 所以圣经里啊 接受的这个行动 是很简单的 不是要经过考试 不是要经过读什么 不乃是说什么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读生子 赐给我们 叫一切怎么样 改变行为的 不是 叫一切赚100万的 不对 叫一切借掉各种坏习惯的 不是 叫一切相信他的 叫一切相信他 就是接受他 相信接受他的 就不致灭亡 赞得永远的生命 各位好不好 人生好快 年轻人 这么多青年人 我知道你们对人生的快 没有感觉 我们这种退休 我有个好朋友 他退休的时候 他讲出几句名言 退休的第一年 叫做什么呀 叫做啊 叫轻松愉快 第二年的百无聊赖 第三年艳艳沉沉 第四年百定重生 第五年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 人生呢 就这么快 不要上班等下班 然后呢 这个什么 上班等 这个什么 退休 退休等寒仪等农孙 等到末了 那时候已经近黄昏 各位 我们要抓住现在 有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选择 就是要选择这位 只选一次就好了 你一生不后悔 我信主五十六年 我认识百万以上的基督徒 我可以告诉大家 大家真正信主的 没有一个 请听 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 为什么不早一点认识 早醒你就早出头轻 早一天认识这位族 最大的 最大的 你就没有所惧怕 因为他是我们的山寨 他是我们的高台 各位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第一声呼求 当你生下来出生 第一声呼吸 是你第一声的哭泣 是你呼吸的开始 是你活命的开始 而这是一声的呼吸 但是主说我实在告诉你 必须重生 他对的是为老人家 尼哥提姆讲的话 他听了吓一跳 我人都老了 怎么再生呢 难道钻到妈妈肚子里 再生出来吗 主说不 你从肉身生的 还是肉身 还是八九十年的寿命 他说从神生的 就是神 从神生的 他说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入他名的人 请听 他就赐他们全名 刚经节 做什么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人生的 你我从人生 生命最多 我们有一位在这里聚会的 活到一百一十岁 真好 但是还是何其短 而这里说 从神生的 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因为神的生命 是不变质的 所以亲爱朋友 今天晚上 你我的选择 要选择这又真又火的神 选择这生命的源头 怎么得着 哎呀 最重要最简单 只要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第一声呼求 是哭泣而活命 第一声呼求 主是重生的呼吸 从此以后 你的一生 就得着了 永远生命 是我们人生真正的 定海神针 有一个何等荣耀 稳妥的目标 亲爱的朋友们 都阿门吧 阿门你听不懂啊 阿门听起来怪怪的 你要学会讲阿门 阿门就是同蒙恩 阿门就是我赞成 这话能落实在我的身上 好不好 那好 第一个相信 当然祷告过 祷告相信 就是里面 二跟神 二灵成为一灵了 第二 现在第二步 就是你要知道 相信是把主接受进来 受尽啊 就是把你进到神的里面 而且你就进到神的国里面 所以借着水和圣灵 就能进入神的国 最后我说一个故事 有一位啊 我认识的台湾 很有名的将军 他是个上将 他当时位高权重 后来出外做大使 他在那里啊 后来信了主啊 信主的时候 因为在台湾 我们就认识很久 我们几位大佬 我们小佬 不小佬 我们就让神年轻人 一起陪伴 跟他传福音 我们讲得很开心 听得很开心 他说我再努力一下 跟你们一样 不过谈条件 若是明年返工大陆 后年我就受尽了 跟主谈条件 这是人的想法 但是那一次 他在国外做使节啊 遇到政变 一政变啊 不得了 说什么空军要来轰炸 他就住在总统旁边 总统府旁边了 所以啊 他是言辞 遭遲疑之秧 这时候他就第一次 跪下来祷告 主啊 我祷告你之位 万王之王 如果你是真的 求你保守我 我愿意真正接受你 请听 他啊 后来啊 事情过了以后 他就打电话给他 在啊 纽约读博士的儿子说 儿子 我决定 我决定 接受他 我决定 要受尽 关于主的名下 他都懂这一套 但是他不知道 没有实行 我受尽 那 他说 我决定相信 没有说受尽 但是 为什么一定要受尽 我相信就好了 我就得出主了啊 为什么要受尽 这儿子很智慧 他说 爸爸 你不是寒假要来看我吗 你来就好了 为什么要办签证 你就来就好了 为什么要办签证 你要进入美国 美国规矩 就是要签证才能进来 那你要知道神国的规矩 主说 我实在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入神的国 那借着什么 借着水和圣灵声 圣灵的声 是借着相信 水 是借着受尽 相信在前 借着相信祷告 刚刚所祷告的 主进到你里面 借着受尽 你要进到神的国里 这就是办移民的成功 今天我们都是小小移民局的移民官 我们跟各位推荐 你要办成这个移民 你的人生何等的有保障 你就知道 人生不是只有一口气 这次选举完了 一定是几家烦烈几家愁 对不对呢 有的人就咽不下这一口气 千万不要得忧郁症啊 你要赶快换一口气 喊 哦 主耶稣 再喊一句 耶稣是主 圣经说祂是万王之王 祂是万主之主 祂是新王的一位 新喜王的一位 祂是废王的一位 所以新废都在神手里 虽然放我们选民有个权利去选择 但结果耶稣是主 祂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亲爱的朋友们 你可以说不懂 真理一辈子 好多可以不懂 但不要说不信 你说主我不懂 我信 你就要重新的选择 然后你说主我决定 我祷告接受你 我还要决定 我受尽 进入你的名下 你就完成了数天的移民手续 我已经五十六年过去了 我们全家族一百五十个人信主以上 我朋友们不知道 我不敢说多少人 成千上万嘛 他们也都因此移民成功 所有移民成功的 没有回来肚我鸡蛋骂我的 每次回来说 哎呀光鸿兄啊 你真是我们的救命的人 我不是我 不要乱讲 是主耶稣 我不过是介绍人 好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聚会 求主祝福 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好的讲说 我们留下这么好的记录 但愿我们大家最后在离开之前 我知道有的人准备好了 准备信而受尽 一起呵成 我刚刚有没有讲完了 那一位他就说 爸爸你来看我就好 你为什么要办签证 进到美国 就是要要来 然后还办了签证 你要进入神的国 要信 还要受尽进入主的国 你就自然享受神国的丰富 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是从神生的 你知道吗 哎呀 容我再讲最后一个小故事 好玩的 有啊有一次 这个乾隆皇帝还南皇帝 下江南 哎呀为辅出巡 简单的说 到了一个豆浆店去 早吃早餐 一吃豆浆的时候 发觉糟糕没有带零钱 因为王嘛出门很少 哎呦没有带钱糟糕了 小弟啊对不起对不起 今天我竟然忘了带钱啊 哎呀不好意思 让我设个账 小弟一看他气宇非凡 长相就不是骗吃骗喝的 他说先生 人出门在外啊 难免遇到不便 今天呢就让小弟请客了 换句话说我信得过你啊 你根本不是骗吃骗喝 也不要来还了我请你 哇这个龙心大悦 王心大悦啊 他说哎呀青年人 你怎么这么信任我啊 我一看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 好了小弟这样好了 你就做我的干儿子 哇我这一个早餐换干儿子 这哪有这么事 不好意思怎么会做干 哎呀不要再说了 来赶快做干儿子 赶快这个表示一下 来应该是跪下啦 表示啊干爹 他来不来要做不做 他一看他竟然有这么样的人 我跟你讲真的他就说好我就 哎带你说干儿子干爹干爹 干爹干爹好 你看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故事 干爹来干的都很有益处哎 干爹这是什么一个信 他就相信信和他 你要找这位神要你信他 这是重要的 干爹叫完了 好以后你在南阳 东南南南部什么 江南对你在江南遇到啊 灾难的时候来找干爹 干爹你住哪里 干爹家住北京城啊 这一些南村来弄来一下 哎呀去很好找 你就找最大的房子 去就找最好的房子 他真的有一天啊 过了多少年 他真的遇到了灾难了 他就与家北迁啊 找干爹到北京城到处喊干爹 找最大的城哪一个房子最大 那当然紫禁城啊 那到紫禁城到门口干爹你喊 哇全部的枪都出来了 喂呜 小弟你干嘛你乱喊啊 他说不 我要找我的干爹 各位结果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那些人啊 肃杀之气啊 围绕着他 他这时候想起 干爹当时啊 又送他一个 这个捐布 捐布上面一个东西 他就把捐布赶快拿出来 一拿出来上面带一个东西啊 他们一看到都认得出来 马上喊什么 喂呜 马上跪下去啊 哎呀功龄圣子 哇王的圣子在上面 他马上说老大门开 大门开了 哇进去 二门啊 本来说找谁 一拿开 哇呜呜呜呜呜呜呜 又进去了 一直到里面见到这位王 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 我就是你的干儿子 谁是我干儿子 我就是那个卖豆浆 卖豆浆 我记得 那他就把那个试卷拿出来 各位结果他就啊 同此以后不是吃香喝了 而是平安过日子 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很兴奋吗 我告诉你 这里的故事比那个高级多啊 你知道吗 圣经说啊 当你刚刚祷告 不要想要 你祷告就圣灵啊 在你里面做印记 就是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 圣经讲的神人调和 恶灵连成一灵 当你喊哦主耶稣 一声呼喊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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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所以说六年节了 这一年节圣灵做印记了 马上行家一看就知道 哦他是你的干爹 其实那个是干爹故事 这位神不叫干爹 他说我们得着的是儿子的灵 可以呼叫他是我们的阿爸父 他是我们真正的父神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个福分智慧 圣经说要得救的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对的选择 然后再绝对的决定 然后这个决定就是受尽 你的人生改写 我想这次选举 希望我们都有对的选择 对的决定 这个是意义上的事 有一位你选一次 一生享受不尽 而且今生来生永生 永远蒙祝福 最后我再带大家祷告 请我们我祷告一句 你跟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耶稣 主耶稣啊 谢谢你 让我听见你 是万王之王 是万主之主 虽然我不够认识 主啊 我愿意向你敞开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的神 做我的王 你是万主之主 你是万神之神 主我相信你 主我相信你 为我死 为我定十字架 为我留保血 为我除去跟神的间隔 为我死而复活 成为赐生命的灵 主啊 主啊 我相信 我接受 让这个生命的印章 都印在我们里面 我得着你的灵 我得着儿子的灵 我得着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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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的儿女 听我的祷告 我愿意单纯的造你的话 我愿意单纯的话 信而受尽 救必得救 救必得救 救必进入神的国 就必进入神的国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 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